哈囉大家好,我是藍波 說到動漫靈魂歌姬 我想大家心中必定會出現那個名字 沒錯,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認識 這一位在我心中永遠第一名的女歌手 A妹 A妹有著那聽過一次便忘不了的歌聲 低沉而又沙啞的聲線 使得多數人聽了之後便久久不能忘懷 而那低沉卻又帶著豐富感情的聲音 不知道已經拯救多少人的內心 而她的唱片 目前由日本Sony音樂旗下的SME Records 唱片公司所屬 本人則隸屬於4SIM經紀公司 A妹這個名字取自法語,意思為愛的意思 她本人並未透露出她的詳細資料 包括姓名 不過大家如果想慶祝A妹出生 就把A妹的出道日 9月7日當成她的生日吧 而A妹有提到自己的音樂經歷 由於父親曾在樂團中擔任Bass手 A妹從小便離不開音樂的環境 從小便開始學習鋼琴 並為爵士樂和藍調音樂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而A妹在中學時期非常仰慕艾維爾 並開始學習吉他 另一方面因為曾有在海外生活的經驗 A妹在英文作詞上也投入了相當大的經歷 所以這也造就我們時常從她的音樂中 聽到日文及英文的穿插 卻又不違和的原因 而A妹這樣的歌聲其實並非是一出生就有的 在15歲時因為過度使用喉嚨導致聲帶發痛 這使得A妹大概有半年的時間不能發生 為了治療而選擇了沉默治療法 在長達約半年的沉默過後 A妹確定自己仍想要成為歌手的意願 配合著後續的康復訓練 使得她有了現今的唱法跟音色 而確認了成為歌手後 A妹在2011年開始進行了音樂活動 並在5月A妹透過4scene的官方開設網站 並收錄了10首熱門爵士和鄉村西部音樂翻唱的概念專輯 Your Favorite Things 並登錄Itunes 其中收錄的歌曲Poker Face 在iTunes爵士區獲得初登場第一位的成績 專輯最高排到了第4位 2011年6月A妹以Death Star Records 作為品牌正式宣布出道 並在9月發布3首單曲 分別是Kanashimiwa Aurora 2還有六等星的夜 最後是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其中六等星的夜被作為富士電視台中 未來都市的片尾曲登場 並獲得了レッコーチョク音樂銷量榜 最高第9位的成績 而之後A妹開始與動漫合作 在2011年12月發行兩首單曲 分別是Replay和寂しくで眠れない夜 而Replay是作為動畫死神的第29首ED 其獨特的聲線加上動畫主題曲的曝光 使得A妹在動漫圈開始被認識 並漸漸有了許多忠實粉絲 時間來到2013年 A妹主要都是在ACG界方面活躍 並開始與其他作曲家合作 其中最讓我想提到的 便是那個男人 澤野紅之 這個階段可以說是 A妹歌曲風格轉變的開始 澤野紅之大量的快歌節奏 以及A妹充滿爆發力的聲音 可以說澤野紅之成功的 將A妹的另外一面給挖掘出來 而其中他們最經典的一首曲子 就是A妹的Re-I-M 而有趣的是 歌名Re-I-M透過重新排列 便會成為A妹的名字 可以說這首最能代表當時的A妹 而同時A妹的歌曲 與當時許多有名的動畫合作 這也讓他唱出他的特色 知名度也不斷在上升 像是費特系列的Brave Shine 而這一首也是我第一個接觸A妹的音樂 由於費特系列的作品 是我剛入坑動漫的時候接觸的動漫 那時候我在看費特系列的作品 除了Lisa唱的All Sign之外 最讓我感觸的便是這一首Brave Shine 再來時間來到2016年 也是我認為A妹相當精彩的音言 她開始與其他音樂人合作 像是One Ok Rock的Taka 與A妹合作出這首歌 Stars In The Rain 而在製作音樂時 Taka表示 希望可以讓世界上更多的人 聽到A妹的歌聲 恩...我同意 也許今晚我們能在雨裡看見星光 我必須說 這一首真的我超級喜歡的 強烈的搖滾感 卻又抒情的歌聲 這是這種美妙的體驗啊 再來還有另一個音樂人 那就是來自Red Whips 的野田楊次郎 野田與A妹合作出這首音樂 秋秋摩斯比蝴蝶結 在這邊真的很佩服野田楊次郎 用簡單的蝴蝶結就可以表達出 我們現今感情的寫照 而且還如此貼切 歌詞的渲染力非常強烈 特別是最後詞曲的變種 原來我們彼此間矽緊的 亦非束縛而是羈絆 簡單的歌詞卻能呈現出 如此強烈的感受 那個男人便是野田楊次郎 而自此 A妹便在ACG界 及主流音樂界兩邊並行發展 所唱的歌曲與許多動畫 及電視劇合作 這也讓她的音樂被更多人知道 但即便如此 A妹不管在日本國內又或是海外 始終保持低調地進行音樂活動 這也使得A妹與其他那些 以視覺來決定音樂的人十分不同 但這並不代表A妹的外表 不被我們認同 只是我們更欣賞的是 A妹歌聲帶給我們的感受 A妹的歌聲聽起來似乎毫無受過傷 但實際上喉嚨卻仍有些病症在 在她出道的這幾年來 她都不斷地面對自己的狀況 並追求理想的音樂性 也正是因為A妹抱持著這樣的堅持 才能讓我們繼續聽到A妹那特別的歌聲 當然A妹還有很多手很棒的音樂 我都非常推薦大家去聽 我很開心我作為一個人 活在這個世上並因為動漫 而且在這個時期 認識了這一位日本女歌手 A妹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是A妹的歌聲陪伴了我那段時光 在看這支影片的你 也許還不認識A妹 那我在這邊邀請你 與我一起追隨A妹的歌聲吧 若你是已經認識並喜歡A妹的人 那就讓我們一起繼續追隨這位歌手歌聲吧 A妹的歌聲就像是我們人生低潮時 給予我們力量並帶領我們繼續向前的力量 好了 那麼以上便是A妹的介紹 不知道你最喜歡A妹的哪一首音樂呢?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A妹的?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你對A妹的愛喔 如果你喜歡A妹的音樂 你可以上iTunes或是其他音樂平台去支持她的音樂 又或是上博客來去購買她的專輯 連結我會放在底下 你的購買將會是對A妹的支持 也同時是你對我的支持喔 好了 那麼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藍波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 今天死了